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以我的想法 我觉得西方 无论西方国家 西方人 最好从了解中国人就是 第一个问题应该是哲学问题 老百姓啊 就过去中国比较贫困 从哪里来 也只能相信 还有其他的 你如果想了解什么 我觉得可能国外人 他是最关心这种苦痛人的生活 白云朵朵偏偏 就在瞬间 所以我让文化的强盛多样性 你说这个家庭我觉得很可爱 通过一个家庭 它可以输出什么东西 也没什么吧 我觉得就文化方便吧 很多文化方便 而且再一个是中国人是很友善的 那么我们可爱 哪儿 哪儿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